老板 你看 救救我 你捞我干什么 老板 万一让他额上怎么办呀 哎呀 你说什么呢 拿着 你没事吧 小姑娘 快起来 大哥 我胃好疼 我送你去医院吧 大哥 不用 你送我回家就行了 那你先缓缓 一会儿送你回家 你们干嘛呢 看我车上干嘛 赶紧走 美女 是这样的 这位小姑娘未难受 你能不能送她回家 你不要搞笑了 好不好 我还有个大项目要谈 赶紧走 那行吧 小姑娘 我让我秘书把个车送你回家 咱走吧 哎 你们等一下 把我车抓换了 赶紧赔钱 怎么会呢 来 你过来看一下 怎么会呢 刚才那位小姑娘只是靠了一下 废话少说 赶紧赔钱 你看看我这是什么车 我今天正好有事儿 赔我一千块钱 否则别想走 大姐 有话咱好好说 你们先送送 赶紧赔钱 哎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们只是帮助了这位小姑娘 你现在车坏了 你讹我们 你找她呀 你找她的家人呀 莫莫 赶快把钱赔给她 我们好送这个姑娘回家 好吧 大哥 谢谢你啊 我一会儿让我哥把这一千块钱还给你 大哥 我家到了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上去给你拿钱 不用了 小姑娘 无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包总 我们赶快走吧 林心集团的谷总还在等着我们呢 小姑娘 我们还有点事儿 我们先走吧 林心 谷总 谷总 不好意思 刚才路上遇到点事情 给耽误了 客套话就免了 我不喜欢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合作 呦 是你啊 谷总说得对 他是不会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合作的 谷总 您就给我五分钟时间 五分钟就够 好了 就算我给你十分钟 你也无法改变我的决定 合作方案 我们已经订好了 你呢 请回吧 哥 哎 你怎么来这里啊 哥 刚才就这位大哥救的我 包总 原来你是因为救我妹妹才知道的呀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但是这合作 我已经答应给白总了 白总 哥 我看他都是个白眼狼 刚才就是他想问我一千块钱 可是包总替我解的没 谷总 谷总 你听我解释 这都是误会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您的妹妹呀 我现在就把想退给包总 白总 看来我们每说的都是真的 小事看人品 大事看格局 既然你这两样都没有 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 请便 包总 合作愉快 谢谢谷总 谢谢谷总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包总 以你的人品 我相信你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都有不畏认知的酸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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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达 明明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 明最后 转发达明明最后 点赞 转发达明最后 有点赞 订阅 microwave